我今天还是要来补充一下 就是我昨天跟大家聊的那个 就是在南机场夜市的那个事情 为什么说会有一种说 只要不违法不违规 大家就随便什么都能做 然后你连质疑连问一下都不行 那甚至说就算是既合法又合规 也合乎道德 那别人连问一句都不对 这个到底是从哪里出来的 我真的不知道 因为就开始有人说 就是台湾的很多夜市 本来就可以通行车辆 那首先呢 就是我们去的那个叫南机场夜市 它是挂牌子写了南机场夜市的 我不认为它本来就可以通行车辆 那第二个就是当时人多到什么程度 就是当时我八九我们是卖了吃的东西 然后在南机场夜市的那个牌子 外面的那条街上拍的 意味着就是说 按照正常来讲 你当然是说你在这个夜市摊上面买了 买了之后你在这个摊位旁边吃 对吧 然后说是在这家店买的 一般正常夜市小吃都是这个拍法 但我们那个时候为什么出来 是因为你没办法拍 就是说你在这个摊位上买了吃的东西 你没有办法在那个地方吃 你更没有办法在那个地方拍 就是已经到了那个程度的时候 有人居然跟我说 哦那本来这个这个车辆就可以通过 那如果本来车辆就可以通过 那为什么大家都会去看 为什么大家会去盯那些机车 当然是因为大家知道那不该通过嘛 那好就算说是法律法规规定可以通过 但是在人那么多的情况下 就是说你连在摊钱吃东西都做不到的情况下 诶那你难道不是一个常识 说你要避开这个街道吗 你车子要往里拐的时候 你就该知道说天哪人这么多 我换一条街吧 那那法律规定允许的 但是不到的东西多了 多了呀多了 法律没有规定不可以向中国共产党跪地求饶 那你跪去呀 那你跪去呀 法律没有规定不可以去向习近平磕头 那你去磕呀 那法律没有规定 但是不符合道德的事情多了呀 那然后呢 有人就说 哦那他可能是在这个 在这个巷子里面住的人 他是住家 所以他被迫他要骑机车进来 那也没有关系啊 那如果我过去问 我说不好意思 对 这里是不可以通行机车的 那对方说 哦那我是这里的住户 这就OK了呀 那我就让开 我就说哦那 那不好意思 我不知道你是这里的住户 那您请通过 就是我不晓得 为什么台湾人会觉得说 那我过去问一句 或者是不说我吧 就任何一个人过去问一声 这简直说是罪大恶极了 这简直不得了了 你为什么要去质疑人家 有可能有问题 就很来气 当然这种留言不多了 这种留言不多 但看到还是很气 我看到另外一个让我特别气的 就是关于这个囤蛋的事情 一堆人 很多很多人来跟我讲 说你就让他囤 就给他囤 看他能囤多少 反正花的是他自己的钱 那花的是你的纳税钱 你懂不懂 上报报的 说倒贴旧蛋荒 三月进口500万颗高价澳洲蛋 陈吉仲 政府全额补贴 不影响蛋价 我再重复一遍 政府全额补贴的意思 那是你的纳税钱 除非说你一毛钱都不交税 除非你一毛钱都不给政府 不然的话 什么叫政府全额补贴 那意思就是你的纳税钱 浪费的 那不是他们家的钱 不是那些囤蛋的人家的钱 那也是你的纳税钱 农委会为了解决国内蛋荒问题 从澳洲进口36万颗鸡蛋 为了价格比国内还贵 被质疑补贴不成 反而变倒贴 农委会主任陈吉仲 坦诚澳洲进口的鸡蛋 加上运费确实价格比较高 不过政府全额补贴 不影响国内蛋价 也有人提问 为何不从日本进口 陈吉仲表示 日本有禽流感 自身也要靠进口补足 陈吉仲说 去年全球禽流感 等等等等 从国外进口鸡蛋 价格确实比较贵 你们自己去看 你们自己去看 你以为他们囤蛋 他们糟蹋的 就是他自己的钱 他不是你们的钱吗 他不是你们的纳税人的钱吗 在那里跟我讲说 让他囤 给他囤 让他吃坏 你以为人家傻吗 你以为这些蓝颖的人 他们就是傻子吗 他会吃坏吗 人家不会去 去做茶叶蛋吗 不会去做铁蛋吗 这是有人发在脸书上面的 就是说 就是最近一两天的发文 那都是说 就是有一堆人说 就是收到太多的蛋 那甚至说 有人有三百多颗蛋 不知道怎么处理 那所以呢 大家就在交流说 可以卤茶叶蛋 可以卤铁蛋 对 你看他做了三百 做了三百类的铁蛋 这个他不是在这个 政治相关的社团里发的文 就是说这个是 这个朋友是在 脸书公开社团 加长菜里的讨论文章 对 所以说这不是 这不是跟政治有关的 社团里面出来的图片 也就是说他没有任何政治目的 不是绿营什么人去创造出来的 不是假的东西 就是大家在家长菜里讨论说 这蛋太多了 三百颗我可怎么办 你以为他们像你们 这些绿营的人想的一样 就把它吃坏掉 等到它臭掉 你以为来营的都是傻子 人家可以说 煮五十颗好吃的黑金Q蛋 说 说感谢分享 他家的蛋蛋又多一个吃法了 那然后配照片是 是四箱蛋 说做三百粒铁蛋 鸡蛋大富翁 说今早一个人买一百个 白蛋红人八十 红蛋红人九十 一个人买一百个 你们害怕 不愿意去跟这些人对峙 或者不愿意去说这些人不是不对 我不说所有人 我知道我的很多观众 他是敢去跟这些人说 你为什么买这么多 那现在台湾这么缺蛋 那政府都在花钱在补贴 是我们纳税人的钱在补贴 那然后你拿着我们的纳税人 补贴的钱 去制造几百颗几百颗的蛋 你的良心何在 我知道我有些观众 都是敢这样说的 敢这样做的 那你如果不敢 你就说你不敢好了 如果你觉得你不敢 你就说 你就说我不要这样做 我好害怕 我怕挨打 我怕被骂 我怕别人觉得我挑事 我怕觉得别人说我是坏人 OK的嘛 OK的 我什么都不说好吗 那不要跑来跟我讲说 就让他屯 让他吃坏 没有关系 屯这点东西 难道臀部就是那有什么关系 没有什么关系 臀带也没有关系 他就让他积车库 没关系的 没关系的 都没事的 对你 你就 这就很没意思 这就很没意思 这就好像说 你如果说 你如果说 就说 中国共产党 他们 这个很坏 但我就是很怕 很怕他 所以我就装作他不坏 OK的 OK的 但是不要那里跟我讲说 中国共产党不坏 对 那就很好笑 对 然后还有人跟我讲说 反对鸡蛋实名制 说鸡蛋实名制 是共产党 鸡蛋实名制 就是共产党了 你们好厉害 鸡蛋实名制 这就叫做 共产党的做法 我以为 至少要配得上 一个种族灭绝 文化清洗 这才配得上共产党 给自在台湾弄一个 鸡蛋实名制 这就是共产党了 我还是说 就是说 我不是针对那些 机车歧视 我是说 我现在最生气的点 已经不是 囤蛋的人 和机车歧视了 就是就像大家说的一样 机车歧视 可能是回家 囤蛋的人 可能是给邻居买 我现在的问题是 当我在讨论 这些议题的时候 一大堆人跑来跟我讲说 因为机车歧视 可能是回家 所以我连问都不能 不应该问 哦 就是你去问一句 哎 不好意思 就是我不知道 你是不是家在这里 但是如果不是的话 这里好像是 不能够通过 不能骑车通过的 怎样 我这样说都不行吗 不行吗 那如果是那个 提着蛋的人 我会说 哎 不好意思 我不知道您家里 有几口人 可能您家里 是个大家庭 需要很多蛋 但是如果您是个 小家庭的话 对 您买这么多蛋 那年轻人他上班 他没有办法来买 就买不到 不可以吗 不可以吗 是我现在最生气的 已经不是那些囤蛋的 或者是骑着机车 穿过夜市的人 我现在最生气的是 跑来跟我讲说 你不可以去问的人 你不可以去说的人 你不可以去质疑的人 怎样 问一句都不行吗 汇利说 就是他就不吃 他一直就不再吃蛋了 自从这个在鸡蛋的 这个议题在炒之后 他就不吃鸡蛋了 那希望能够平衡市场 我觉得汇利真的很棒 汇利你真的很棒很棒 但是就是说 我们靠大家说 不去吃蛋 这个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因为你们看到了 就是他们 那他们买300颗 然后去做铁蛋 他可以每天买300颗 每天去做铁蛋 那你怎么处理这些事情 那我在推特上问说 他这样囤积鸡蛋 他算不算违法 他们说囤积了 自己吃不违法 那我们就没有办法 我们就只好用 道德和舆论的力量 我们没有办法 他不违法 他不违法 然后呢 他就说 我就爱吃茶叶蛋 我就要做3000颗茶叶蛋 我就要做3万颗茶叶蛋 怎么样 那你这个时候能怎么办 你这个时候只能谴责他呀 你只能谴责他呀 然后我来说 那大家看到这种人的时候 就去谴责他 就说你这样不对 你这样不道德 你这样害年轻人买不到蛋 害台湾的年轻人生的小孩子 三岁五岁的小宝宝 没有蛋吃 你为老不尊 你做老人不仁慈 不善良 不可以吗 道德谴责都不行吗 然后道德谴责 我说道德谴责 这都是我 我不好 我不善良 我不友善了 这是哪来的道理 简直离谱 其实本质上当然是最好 就是让淡价放开上涨 对 这是最好的 但是大家都知道 以台湾的这个政治环境来说的话 如果民进党政府让淡价放开上涨 对 这个 政治上是很严重的一个问题 所以其实我就觉得 所以说我也没觉得说 台湾一定要把价格放开 我就觉得 但至少我觉得最最基本的 我们在道德层面 我们去谴责这些囤蛋的人 这些做茶叶蛋 做铁蛋的人 我们说你第一 你在浪费我们的纳税钱 整个台湾缺蛋的时候 你去做产业蛋 去做铁蛋 第二 你们去囤蛋 你害台湾的小孩子吃不上蛋 你害台湾的年轻人吃不到蛋 你是 就是这个国家的未来是年轻人的 这个国家的未来是小孩子的 你们实在是为老不尊 为老不善 为老不仁 不可以吗 你就是做这样的一个道德谴责都不行吗 宁开说口罩也有实名制 对啊 实名制 实名制怎么成了共产党的东西了 这个实名制大家都在用啊 一旦到了这个 就是一旦到了这个资源变得非常稀缺 但是又是必需品的时候 大家都实名制啊 大家都是就是有份额呀 就是无论是什么 只要他 他非常稀缺 同时又是大家生活的必需品 就会实名啊 就可以实名制啊 什么时候就成了共产党了 Indy Sky说 澳洲进口的鸡蛋 用在加工食品业上面 那不管他用在哪里 就是说他一定是 就是说这些去囤蛋的人 一定会造成整个市场上 台湾市场的蛋变少 就是 就是这个 就是你知道就好像这是一个池 2300万人用蛋的这么一个池 有人在囤鸡 那当然就会造成市场上的变少 就是无论那个进口的蛋 用在加工业上 还是用在零售业上 还是用在哪里 他都是在尽力的往这个池子里面补蛋 那这个时候有人不停的从这个池子里面去囤 就是 这是一个数学问题啊 就如果说台湾需要10颗蛋 那然后有人不停的从这里面 拿走外面就不断的要进来补 无论他那个蛋进到哪里 他都是在补整个台湾2300万人需求的这个池 无论是加工业还是哪里 他都是在补这个池 只要有人在这种什么300颗 几百颗的这种囤蛋 这个问题就会越来越严重啊 而以现在全世界鸡蛋价格都变贵的情况下 那政府就是要倒贴钱去补贴呀 这个是最基本的一个逻辑呀 就是政府要么放开让鸡蛋价格上涨 那现在政府他不敢这样做 那他就只好拿着你们的纳税钱去补贴呀 无论说这个补贴在哪 他都是整体这个鸡蛋池里面的蛋 被这些囤蛋的人给弄得变少了啊 林永将也说不要理他们 一段时间自然就好了 就是我非常痛恨这句话 我非常痛恨这句话 你们知不知道中国是怎么落到今天的 1949年中国共产党篡夺中华民国政权的时候 有一帮人在那里喊说 没有关系共产党来了 日子照样过 难道共产党不要咱们商人吗 难道共产党不吃饭吗 难道共产党不需要咱们农民吗 然后呢 然后呢 商人被逼着跳楼 农民的土地被弄走了 还有一段时间自然就好 哎呦 我告诉你 你看到一段时间自然就好 都是别人在努力 要是谁都不努力 就是中国人现在这个样子 就是中国人现在这个样子 中国为什么有改革开放 不是8964学生拿命拼出来的吗 清零政策为什么停 不是白纸革命拼出来的吗 嘿呦 一段时间自然就好了 林勇将说 我明白 说你明白我的忧虑 但70多年来 如果成天神经兮兮 不用打台湾早崩溃了 你觉得我神经兮兮吗 你觉得我很神经兮兮吗 你觉得我很神经病吗 我没有要你们一天到晚都很紧张啊 我只是 我只是说你做最基本的一些事情 你不要无视这个事情 如果你看到有人做了一件 很没有道德 没有理由 没有逻辑 很怪的一个事情 你就友善的友好的微笑着指出来 就只是这样 就只是这样 如果你看到蓝莹的一些 非常糟糕的一些做法 你就把它指出来 我没有要你跟个神经病一样 跟个疯子一样啊 我看上去像个神经病吗 我看上去像个疯子吗 就是说 我只是要你们不要无视他 我只是要你们不要 不要 不要 不要假装这个事情 不重要 不要假装这个事情 毫无作用 毫无影响 我也没有要你们 就说天都塌了 天哪 咱别活了 我没有要你这样啊 那难道说 这个世界上就只有两种反应 一种是跳起来说 说说说咱别 咱别活了 都跳河吧 另外一种说是 什么都没发生 什么都没发生 你难道这个世界上 只有这两种反应吗 你就不能说 我好好生活 好好工作 但是我认知到 有这些问题存在 我认知到 傅坤其有这些问题 我认知到说有人在囤单 我当我遇见这些人 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 我善意的提醒他说 对你知道现在年轻人 买单很不容易吗 那您这样做 对真的对我们的下一代 负责任吗 那您也是做父母的人 您也是做阿公阿嬷的人 您也是有孙子孙女的人 那如果别人家的年轻人 他没有爸爸妈妈 这样出来买单 他们就吃不上蛋 您觉得这样合适吗 我只是要你这样做呀 我只是觉得 甚至说我都没有要你这样做 我只是说你可以这样做 这样做没有什么坏处 可能那个阿公阿嬷说 关你什么事 那你就说那事不关我的事 我只是这样说一说 那您既然不愿意听我的意见 对那也没有办法 我只是这样说一说 就只是这样啊 我没有要你跟他吵架呀 总之呢就是 反正我还是觉得吧 就是说大家稍微的 对这些囤单的人 做一些道德谴责 好吧 这就是我们现在能做的 我们现在能做的 也只有这么一丁点点的事情 你说我们能怎么办 我们也没有别的办法 对 那至少道德谴责总是可以的 道德谴责总是对的 那好了 大家晚安 大家晚安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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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